因为我们这是一支新的国家队 除了我其他都是一个新队员 所以说第一次来到这 我感觉就是我们打得很有朝气 然后有一种青春的活力 然后就是基本上已经表现了 表现出他们这种青春的这种精神 而且对这个橄榄球也是比较专注 比较热爱 我这个这次比赛呢 主要是我们就是练这个新队员为主 然后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的要求呢 就是力争最好 然后争取 然后保住我们这个冠军 然后最主要就是说 发出这种新队员的这种精神 还有对他们这种在场上 就是比赛的一种判断 有一个期盼 台北女子橄榄球队 大部分是由南部高雄跟台北组成的 平常就用假日在训练 这一次为了参加这个比赛 特别激进了两个礼拜 所以里面也有程度 还不是很齐的 现在台北中华台北 也集体在推展女子橄榄球 那我在学校里面 也在推这个女子橄榄球 那我们希望这次有好的成绩 很荣幸刚刚赢了一场 那女子队在我过想里面呢 大概如果按照计划在进行的话 应该在亚洲里面 它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很好的成绩 因为在我学校里面 我女子跟男子一起训练 所以是女孩子呢 跟男孩子在训练 对手这样在训练 所以他成绩呢 成绩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 将来会有 大概两三年内会有不错的成绩 像今天的比赛里面 最主要是在我学校的学生为主